观众双脚腾空进入千年前的清明上河图 沿着最热闹的城市北宋汴京的天极线飞翔 俯瞰当时的富庶与繁华 映入眼帘的是闹市街景高档酒楼西津的虹桥等 从破晓到夜晚穿梭在北宋时空翱翔 本次的活动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因为这在台湾其实蛮少见 然后从刚开始进场到一路到现在这边上售去 是最后一个环节 进场的部分其实就已经从最底层开始累积 这个整个故事的情绪 然后在经过Preshow的时候 他整个介绍了这整部 就是我们要准备进入正片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Preshow的部分 更设计得不错的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带入整个情境 还有整个周边的设计 以及场景的布置都很好 然后从场景布置的方面来说的话 他带入观众的情绪 然后最后再进到Man Show主画面 看正片 然后这个球目它是蛮有包覆性的 所以我觉得以观众角度 我觉得观众应该会还蛮喜欢的 所以还蛮推荐本次的这个活动 整个场域给我的感觉很新鲜 因为它外观设计的像是一个酒楼 然后就仿佛是我们进去 进去一间酒楼 然后从前面的那个介绍影片 就是给不仅让我对汴京 就是他们亲民上的图那个时代 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然后也有一些 就是得到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就是当你没有想到 原来这时候这个时代的人 跟当初那时代的人 有些在生活的方式上面 是有些相近的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那当然进入到正片的时候 我会觉得 整个搭乘i-ride的体验 它的那个椅子在运动的方式 让我也觉得很有新鲜感 不仅就是让我们 真的进入到那个画里面去 然后跟着 就像飞行一样的感觉 穿梭在画里面 这个是让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方式 来体验亲民上的图 我们飞行军演从2019年在这边 就是开幕至今 过去主要还是以 就是各个国家飞跃为主 那因为我们公司在打造 这个所谓这个叫 沉浸式的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期待就是说 在不同档期 然后用不一样的影片 来呈现给观众 那刚好年底我们想说 以寓教于乐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推出了千年前的 这个这幅画 亲民上和图 让大家用更不一样的方式 来去认识宋朝 所以我们想说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 推出会飞的亲民上和图 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很多 就是包含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 一些宋朝的一些小历史 包含在宋朝那个时候 原来也有外卖 也有外送 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手摇引 等等这样子一个小历史 那你可以透过这边 这样很沉浸式的 这样的体验的方式 可以去认识更多 宋朝的一些小知识 那我们更期待是说 民众来这边体验完以后 可以打开他的好奇心 然后可以自己去探寻更多一些 宋朝的一些小故事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如果可以增加一些亲子的互动的话 那这样子更棒 可以飞过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最早夜市就是出现在宋朝 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夜市 然后也会看到那时候繁华的一些 一些商业的一些设施等等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飞过 亲民商务图最著名的那一座桥 我们可以认识说 原来那时候的桥 它的功法就是如此的细腻 我们可以飞过那个桥 去看到那个桥 然后看到人们在那边的互动这样 除了沉浸式飞行体验 剧院也打造汴京大酒楼 丁小二引领观众进入阁楼 品尝白茶摸索北宋美食 并认识当时独有的看盘文化 现场还提供防骨滑肤 经典穿搭让民众一秒变身 古装剧男女主角 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寓教娱乐的 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大家已经都被多媒体 这方面刺激的非常多 那故事传递的方式 已经有别于过去 从说故事 从看书 从看影片等等 已经进步到这所谓的体验 所以我们希望带给大家 能够体验到这个更深的这个感觉 然后它就好像是一个 元宇宙的方式 让大家回到千年之前 去感受那时候的一些氛围 一般来讲我们看电影就是视觉的一个响宴跟听觉的一个响宴 那其实人类的感官其实是非常多元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我们这个认知的世界 其实是我们的五感去所创造出来 让你的大脑能够能够去感受 然后去行述你这个世界 那电影它就是重视视觉跟听觉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五感 五感的体验都会把你打开 包含声光 色味 洞等等 你就会感觉是生力情境在这个场域当中 目前还颇受好评 而且我们也发现 其实很多人对于来这边装扮成古人 来这边拍照打卡的人也非常的多 那也很多小朋友都会透过 我们准备的一些试穿的衣服 然后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做互动 我们觉得他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好玩的北宋美食文化及服装体验外 也同时为观众补充许多北宋历史知识 民众来趟体验才能了解清明上河图 原来可以被呈现的那么美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